那今年男性的朋友们呢 桃花很多 哈喽 若加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这一次呢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马 羊 还有猴子的这个生肖运势 那老师 你要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这个马的今年的整体运势是怎样 今年马在事业钱财这方面 先说事业 必须是一个跑动的年份 比如说可能老板会把你叫去外拨工作 那自己往外跑的机会也很高 所以我们会说比较操劳的一年 然后这个马的姻缘是怎样呢 马呢今年男性的朋友们呢 桃花很多 所以要好好的去选择 那女性的姻缘呢 今年还是天下比较平顺平稳的 就没有说有特化的念起发生 今年属马的朋友们呢 是精神爽朗 精神充沛的一年 就是说精力都蛮不错的 所以健康运势呢 还是属于比较是健康的那群 那好像今年属马的好像比较不错 是的 就事业上会忙碌 但精神这方面也是不错 当然也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睡眠 那老师我们现在来分享这个羊的生肖运势 那今年财运呢 偏向需要有贵人的帮助 什么叫贵人帮助呢 例如他们本身如果是从事自己的行业的话 是会有些人会介绍一些新的机会 那如果在工作方面呢 也容易会有老板的提搏 赏试这样子 是的 今年属羊的应言呢 是偏向要自己好好去争取一个两肌 是说要比较带一些主动的情况去的 那老师这个属羊的健康 你又有什么样的意见 属羊的健康呢 今年比较容易有气管上的毛病 例如说呼吸这方面 这我们说气血容易不足够 那去做一些慢跑啊跑步啊 让自己的气会运得比较舒服一点 那属羊的可能就要注意最方面的健康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猴子的这个运势 那今年猴子年呢 就大家都松口气了 很多都说去年猴子年都在放太岁嘛 那今年就进入了 今年那猴子的财运呢 今年已经开始提升提望了起来 那属羊的朋友们 今年的姻缘呢偏向比较弱 所以呢我会建议在这个相处这方面 以婚人数吧 在相处这方面多加一些小情调 让这一个太过平淡的人 制造一些浪漫 对这些小浪漫小惊喜 属羊的呢 今年容易会放上这一个胜负比较弱的 也要多喝温水 因为肾如果常常喝太过冰凉的水 会导致肾出问题 好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马洋猴的生象运势 那下一集呢还有一个鸡狗猪的这个运势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们一定要锁定罗洋猪啦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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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